主席 有提到就是今天新闻上很震撼的一个一个标题就是嫦娥二号火箭推进器掉落的轨迹说跟那个导弹的轨迹是一样的而且掉落到台湾东部的外海那我想这个这个震撼性的议题大家就都很忧心会不会跟当年那种冗恶台湾的那种导弹飞弹一样呢那我相信院长早上也回答过但是今天全民在质疑的地方就说 他到底有没有经过的话我们有没有办法掌控到因为在这个之前发生那个火流星雨就是全民都在看当作天文警官在在观赏在观看的时候呢我我记得那时候国防部说他们不清楚也不知道也不回应所以今天当我们的火箭专家这样做判读的情况之下部长你说哎呀我们一切 一切都在掌握当中所以我在这里想用一点点时间问部长到底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来掌握这些 报告员这个嫦娥二号这个发射时间跟地点都是公开的这个部分的发射的这个轨道跟一九九六年的这个飞弹危机的这个轨道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那个这个问题啊我们刚才跟国客会也交换意见了这个教授他发表的意见他个人的看法其实代表国客会的意见好部长其实我我是觉得今天台湾的地理位置就是在这里嘛如果中共要发展登月机的话任何不管是导弹的轨机或者是火箭的轨机都可能经过台湾 我现在要指的地方是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掌控到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花了三百亿装了长城预警雷达到底这个雷达如果那个完成之后架设完成之后有没有办法接受到这样子的讯息 这个雷达如果装好以后对这个动态的这个部分我们是可以掌握得到 是可以掌握到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们在台湾这个地理位置当中我们要的是什么 有没有办法能力掌握得到 不然的话我们会觉得很质疑啊 当初一片在觉得说当作火流星在观赏的时候 国安部竟然说我们不知道也不回应 现在说一切都在掌握当中 让我们觉得很忧心台湾的国防侦测能力到底有多少 那包括我们也在质疑 我们跟美国药跟日本的卫星的这种讯息交流有多少 如果这些讯息交流都有在掌握当中 你又不告诉我们的话 那我是觉得有点欺骗我们 那如果说有在掌握当中 适度的来跟我们做生命的话 或者跟行政院 或者跟总统来做报告的话 我们也觉得相信你是一切尽在掌握当中 可是一切就是都没有任何声音的情况之下 难怪人家说你这些人说瞎话 现在才说一切都在掌握当中 所以我们今天本期在这里要提醒的是 国防预算花了那么多 包括长城预警雷达也花下去了 我们很期待的未来 未来我们要有这个侦测的能力 包括我们可能未来要建构一个无人侦察机等等的 我们都希望有先决预知的能力啊 如果都没有这些预知能力的话 我们买再多武器都没有用 为什么 人家敌人都到天上通来了 我们都还没有办法侦察他 再好的武器都没有作用了 好不好 我们希望国防部要有这样子的卷节 好不好 谢谢啊 今天主要因为在整个特别预算当中 我要请教院长的是 从去年本期在屏东 去年的莫拉克风灾水灾到今年的凡纳比 屏东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很严重的灾区 那我们也发觉在整个预算当中 我们看到八年八百不是八百亿的 一千一百六十亿的一烟水区的特别预算 还有振兴经济扩大公共建设特别预算里面的 治水预算也涵盖了一千五百九十七亿 包括今年四月份通过的 南华真文乌山头水灾的南区供水计划里面 特别预算又编了五百四十亿 我隆隆总总把过去五年到未来五年的预算 大概评估嘛 因为这都是每一年逐年编列的 大概三千两百九十七亿 可是我真的有一点忧心 这些三千多亿三千两百九十七亿 到底有没有那个效率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们在灾区所以感受得到的是 今天淹水当然雨量大是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但是排水系统 我们有些是该完成没有完成 或是该做没有做的 所以有造成淹水 可是现在很急迫的 本席想知道的是 今天以屏东县的来一箱来讲 过去是我家门口有小盒 现在我家门口有河床 整个差一点点变成小林村而已 昨天的新闻包括今天早上新闻 都还在表扬来一箱的这些远景 赶快叫他们撤离 不然的话就是小林村在线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是 今天整个村是快要灭村了 我觉得很痛心的是到来一箱去 河流没有河道可以走了 那我优心的地方是这沙石怎么处理 我们这些治水预算当中 唯一的沙石怎么治理 另外一个问题是 我们常常看到这些淹水的地区的话 我发觉不是只有治水预算那样做的 很多各项的工程当中 都要互相去签字 互相去协助的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 现在的公路局的公路系统来讲 所有的柏油AC要铺射的时候 都没有在刨除 现在每一条省公路或者县道公路的话 都变成比住家还要高 结果变成道路是分水岭 那堤防为了中央管河川有做堤防的话 堤防一盖 所有不管是用任何的工法来盖的 一个有河堤在盖 陆堤在盖 然后呢水沟不通 怎么不会变成 每一个村庄都变成一个小脸盆一样呢 绝对会淹水 所以像这些细节当中 我是觉得在治水预算当中 包括公路系统当中 行政院各部位相关单位 都应该好好的去跟他做一个检讨 我再举一个例子 我相片当中有提出来 包括台北市就好了 台北市的道路的排水系统 你可以从土面上看得出来 排水孔 人行步道 过来就是骑楼 可是你知道 屏东县的公路系统是怎么做的呢 是先有人行步道 再有排水沟 然后就是骑楼 所以我们不晓得排水 排水孔 是设在自己家门口 那我们不晓得 这个公路系统的设计跟工法到底是什么 所以像这些花了一大堆公共工程的鸳鸯 我也鸳往前之后 造成更多的淹水 那那我是觉得我们有 我们再多的淹水 那个治水预算都没有用啊 包括现在你们用 我们用评估 一百年的重现期来做评估的话 我相信现在的 整个气候边界的话 两百年的重现期哦 可能所有治水预算都要double 都要乘以二 怎么办 谢谢 院长到底有没有良策可以做 市区的排水 是地方政府的权责 就像河川一样 有中央管河川 也有地方管河川 这从前我做县长 做高雄市长 这个经验就都有的 所以我们中央所定的 一淹水地区的改善计划 在屏东县 容易淹水的地方 几乎都已经编列进去了 这是第一点我报告 院长我现在担心的是 是来帮助地方 编列是都编列 但是执行率哦 包括这一次 今年是要编列第三期 405亿 但是呢 第一期的工程 现在执行率才87.8% 对不对 所以 编程都一直在延档 延档到现在 第一期第二期都延档当中 你今年在编的当中 还有应急工程款 还有临编的铁道 铁路 铁路墙的改建工业放在里面 黄虹中心也放在里面 包括新北市的塔辽坑溪的 排水工程 要盖一个防台中心 也都放在第三期的 治水工程里面嘛 所以我们都发觉说 到底这些 治水预算 你又说不够 包括现在的滚动式的 管理检讨方式说 未来382条 水系的河川 治水可能要5000亿 我们很担心未来的 治水预算 可能一年一年的增加 包括预告我们还要再用 特别预算来治理 所以我们希望说 每一个环节的治理 治水的预算都要很 很详实的去执行 不能的话 现在变到第三期了 第一期都还没有完工 还没有完全实施 没有完全实施 你又再编列应急工程 24亿 我们就搞不清楚 到底我们治水的预算 可是平常进行讲 我再跟院长说明一下 包括 可能前一阵子 马总统也下乡 混质地区的抽水站 还没有完工啊 还有一个省政府 实在盖的抽水站 到现在呢 切身不明 为什么省政府盖的 现在没有省政府的 到底省政府要重新把它改 以前的口径 只有4 多 1.5而已嘛 那现在要改 没有人认啊 这个是到底要归属 谁都没有人了解 所以像这些来讲 很多治水的工程 我们要水系整理成一个很 整合成一条水机的方式来整治 或者是各县市 如果跨县市 有一个单一的窗口来做整治 不然的话 我是觉得 这些预算花下去 一点作用都没有 到基层 还是找不到钱 即使是水利署 我发觉还是找不到钱 报告廖委 你在屏东县 那个感受会特别深 因为屏东县 程鲁你刚刚讲的 中央就算编再多的 益烟水地区的补助计划 有些县市 很积极做 像台北县 未来的新北市 我们咨询率是很低 它经过考核算很高的 那也有一些县市 那个执行率是比较低 那你想防洪排水 不是只有靠原有的设施 这些设施的保养 维护跟操作 有钱给你 你又不做 那到底在做什么 能不能拿回在中央做呢 我们要加强 督导各县市政府 我跟讲 现在的地方政府 你中央没有办法督导 那有些中央就 帮助他来做 但是有些还是 现在啊 人力不足的情况 大概是中央都要钱给地方去做 可是做了一个效能都不脏 所以我是觉得 整个治水预算 我们还是要从长 从长记忆 但是他有一定的效果啊 从九十五年 可是我怕是缓不继继 我怕是缓不继继 已经四年了 其实益淹水地区的改善计划 都累积了一定的成果 像去年跟今年 就有些地方 本来如果照雨量是要淹水的 但是这次没有淹水 雨量少 包括没有连续下雨 当然是有 但是我们就是怕那个万一嘛 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的 所谓防洪的标准啊 就是以五年洪水频率十年 五十年一百年 遇到气候极端变迁的时代 像现在两页就可能是 这个我了解 下了过去一整年的雨 我今天要跟院长讲的是说 很难完全确保每个地方都 不为了解法院通过那么多特别预算 就希望有效果出来 当然我们也看到有基本的效果 但是呢 有些咨询力不脏的话 不能为了消化预算来消化预算 来运用这些预算 好不好 那最重要要把不该是治水的东西 放在治水预算里面 这是我一直要强调的地方 第二个那个议题我想请教一下院长 其实现在的高龄化的社会跟少子化的现象 我相信我们都谈论了很多了 那我这里有一个很很粗浅的意见 就希望行政院跨各部会当中 能不能去建构一个 在长期照顾保险制度还没有实行之前 如何利用资源整合来运用 让长期照顾包括老年人口呢 有一个比较好的安身立命的一个地方 我举个例子 现在我们常说年轻人怕的是什么 不结婚是怕养不起小孩子 还有还要养父母亲 还要买房子 所以压力很大 那我以这个我们幼儿教育券都已经在发放了 房子的问题最近政府也都非常的积极在解决 现在是拖老的问题 现在高龄化社会当中 我们知道老人化到民国一百一十五年 大概有四百六十万哦 占百分之二十的高龄人口 六十五岁以上 到一百四十年的话九百万哦 所以这样子来内推的话 包括我们少子化现象 现在的学生比例越来越少的情况之下 如何来加速这些长期照顾的一个功能出来 我有一个初步的想法啦 我拿我们屏东县的学校 国小学校那个班级数来做一个评估 我们的班级数六班以下的 总共呢 还有六班啦 一定是一年级到六年级吧 六班的有六十三班 一百个人以下的两百个人以下的总共有八十七班 那两百个人以下的所有班级呢 屏东县总共的学生 学校数是一百九十一个学校 一百九十一个学校 两百一个学校里面两百个学生以下的总共有一百零八所 所以我今天再请教院长 我也跟部长一直在强调 包括以前跟内政部长也讨论过 能不能把一些比较小的学校合并 把那些学校 闲置下来的学校 校园那么美 教室那么空 可以规划成安养中心 或社区化的安养中心 或拖劳所 或者甚至有闲着的教室 把拖劳所就放到里面去 为什么 现在很多长期照顾 卫生署在做的 都是在都会区在做实验 可是乡下地方 很多老人家不晓得怎么办 你们内政部做了一大堆 老人送餐也好 还有一些什么照顾也好 可是呢 都不落实 最直接落实的是 现在实验率那么高嘛 你如果能整病 慢慢的整病这些资源的话 训练一些 那个长期照顾的人 把那些中高龄的妇女人口 做一个训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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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